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地政府希望整修大巴闸能带回人潮 2016年夏天动工耗资5000万欧元相当于17亿台币 预计4年完成 商家也对修复后挽回观光客信心满满 修复工程能让500多年历史的大巴闸回复原有样貌 但是政治持续动荡 观光客的心恐怕不是花钱整修就能挽回 大家新闻黄敬艇编译